你家会吃冷冻过的饺子吗? 速冻饺子跟新鲜现包的饺子有什么区别呢? 有没有办法让冷冻过的饺子吃起来和新鲜的一样呢? 当然有,其实煮饺子也是有小诀窍的 很多家庭都会包一些饺子,放在冰箱冷冻 平常做早餐或者夜宵,简单又方便 但是冷冻过的饺子,口感就会差很多 很多人煮饺子都是直接水开下锅煮 煮好的饺子,面皮烂烂乎乎不劲道 一不小心还会破皮漏馅 其实只要用对了方法,速冻饺子也和现包的一样 面皮Q弹有劲道 首先准备一壶开水,倒入高压锅中 然后倒入速冻饺子,再撒一点毛毛盐 高压锅内部的高压高温环境可以使饺子瞬间熟透 并且面皮紧实劲道,不至于软烂 然后盖紧盖子,大火炖煮 高压锅上汽后,立马关火 这里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好,不能多煮 然后立马给高压锅,冲凉水降温 等到排气阀完全排空热气后,就可以开开了 用高压锅煮的速冻饺子 面皮是QQ弹弹的,很有劲道 口感非常的好,不会过皮,也不会露馅 如果你家也经常吃速冻饺子,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哦 简单快速,省时省力 学会了,记得转发给你的朋友们,让他们也知道哦